Hello 大家好 我是真之貓 風之谷的紙娃娃系統 可以說是這個遊戲成功的因素之一 有許多的人都會花費不少的口口 來將自己家的兒子女兒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對於部分的玩家來說 這樣可以增加不少遊玩遊戲的體驗 有些人一套衣服就可以穿上好幾個月 甚至整個遊戲過程都只使用一套外觀而已 有些人則沒幾個禮拜就想要換一套新的外觀 來讓遊戲的過程有著不一樣的感受 當然也有些玩家只選擇免費的時裝來使用就好 對於外觀的看法自己究竟是什麼類型的玩家 其實真的不好說是這邊簡單的猜一個小故事 之前我有個朋友來造我玩風之谷 他創了一隻女角 他跟我說他想要花一些錢 用一套不錯的外觀就好了 之後就不再花錢弄外觀了 我就回他說你用完這套之後一個月內 你一定會先弄下一套的外觀 結果就是一個月之後 他已經有三套完全不相同的時裝了 沒法整容的部分甚至還抽了不少 一個小故事而已這不是影片的重點 外觀玩久了對於一些時裝的優點和缺點 還是有些心得的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要來說說 個人對於一些時裝武器的小心得 如果觀眾剛好在考對要不要購買 影片中有講解到的道具 就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當然這部影片的內容非常的主觀 有許多我個人的看法 與我覺得有些缺點的地方 認同我的觀點的可以參考一下 不認同的還請多多包涵 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看法 這部影片主要是講解一些時裝武器的部分 畢竟無法使用時裝鐵針來複製 而且價格普遍不便宜 簡單來用角色使用點裝的幾個動作 來做評價 分別是待機動作 行走動作 跳躍 部分攻擊姿勢 坐椅子 趴下 以及爬繩子 這些動作都是遊戲中 角色比較常見的動作 無論是在攻對BOSS 又或者是休閒方面 都是比較常見的 蜘蛛踢身 蜘蛛踢身作為風之谷中 少數以單純的動物為主的時裝武器 龐大的身軀 加上可愛的表情 與攻擊時會會動的小手手 蜘蛛踢身在推出的時候 就引起了不少的玩家 想要來入手體驗 這把非常具有特色的時裝武器 在那個期間 玩家之間也弄出了不少 蜘蛛踢身的奇妙玩法 像是在跳功會騎之戰的時候 使用黃金碎片 將角色的體型放大好幾倍 連同蜘蛛一起變大 讓蜘蛛龐大的身軀 有效干擾其他玩家的前進路線 當然這個玩法在最近的改版中 官方已經將它給修掉 蜘蛛踢身 屬於顯示在角色身後的時裝武器 可以遮掉暗影神頭和夜使者 那個有時候刷 有時候想弄掉特效的隱瞬身 單純武器角色原本的衣服 也不會去遮蓋到 但是反過來說 衣服的搭配就更顯得重要 雙手武器的角色 還是會因為遊戲原本設計的問題 造成雙手就算沒有手吃武器 還是會將手放到身體前面的現象 移動的時候 蜘蛛會一個趴在角色身上的樣子來行走 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行走時蜘蛛的小腳也會跟著踏步 跳躍的部分除了蜘蛛本身 沒有其他額外的特效 蜘蛛的姿勢也是延續行走時 趴在角色身上的動作 讓邊移動邊跳躍的時候 不會有蜘蛛動作不同的違和感 角色攻擊的時候 蜘蛛幾乎都是維持差不多的姿勢 以瘋狂揮動他小手手的方式 來呈現出他攻擊的樣子 基本上所有的攻擊動作 都是這個樣子 不使用其他的特效來轉移玩家目光 大概是想要襯托出整隻蜘蛛的樣子 雖然蜘蛛比較單調 但是看蜘蛛瘋狂揮動小手 就會感覺莫名的療癒 角色在坐下的時候會展現武器的椅子 蜘蛛也會完整的顯示出來 蜘蛛平時稍微挺直的身軀 在坐下的時候會有放鬆下來的感覺 蜘蛛放鬆下來的龐大身軀 彷彿變成一個巨大的靠墊 角色只要使用一些叫小章的椅子 就會有種躺在蜘蛛的肚子上休息的感覺 所以使用蜘蛛替身的時候 非常推薦使用叫小章 又會顯示武器的椅子 趴下動作可以說是非常的可愛 蜘蛛會整隻壓在角色的身上 有種冬天躺在床上 蓋著一張超大超柔軟的被子 完全不想起來的感覺 在雪地一趴下滑行的時候 會有莫名的喜感 趴身子的動作雖然說樣子非常的微妙 但是因為蜘蛛本身的位置比較高 在需要趴身子的場合時 小時候會導致錯過角色位置的情況 隱匿的幽光算是一把比較特殊的刀類實裝武器 有著少數.5才擁有的霧吸效果 在掛機移動甚至是懸角畫面的時候 刀劍的地方會自動產生深藍色的煙霧 能夠在移動的時候增加一些特效 只是刀身是由一根細細長長的東西所呈現的 這部分玩家能不能接受就要看當事人了 我自己是有一種打到一半會斷掉的感覺 護手的地方是一顆不小的黑色物件 這個在搭配的時候會有不小的遮擋 部分套服的特色也會因此被遮蓋掉 移動的時候單瘦武器基本上看不出什麼問題來 雙手武器個人覺得手持武器的角度 移動狀態與待機狀態有不小的距離 跟遊戲中過去那些武器的設計有些差異 跳躍的特效都集中在角色的下方與後方 喜歡對稱效果的玩家或許會有些滅火 刀身的角度也因為要讓雙手武器沒有違和感 跳躍的時候是以雙手武器的角度來呈現的 攻擊的特效基本上就是藍色和紫色的夜空 在以星星與六角形的粒子進行點綴 特效可以說是非常的漂亮 坐椅子姿勢則是將武器反過來並放在身後 不像其他武器那樣依舊的拿在手上 算是刀類.5中個人最喜歡的放置方式 趴下姿勢無論是塗層的位置 攻擊時候的特效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趴身姿勢則是使用那種動畫中很常見的 將刀劍鞋背在背後來收納 也算是個人很喜歡的呈現方式之一 影子刀算是較早期的刀類實裝武器 跟近幾期的實裝武器比起來 沒有那些比較特殊的特效 不過單純的形態 漆黑的刀身會帶點星星的點綴 晚如夜晚的星空 攻擊時的黑色雲海特效 還是獲得不少人的喜愛與許多的忠誠粉絲 雖然說這類型的實裝武器 都多少會遮到一些衣服 不過護手的部分並不算太大 遮蓋到的地方沒有說到太多 行走時會帶點黑色的波浪 但並不是很明顯 泰瑞時會在空中以黑色的雲海 來呈現出一雅漆黑的彎月 雖然說特效的呈現方式很漂亮 但是影子刀本身有著一條鏈子 在泰瑞時會出現在角色的手臂上 畫面呈現上面會有種多了點多餘的東西 造成不完美的感覺 有些玩家可能會對這部分有些滅火 攻擊特效都是以紫色帶點藍色的波浪 來呈現出那種夢幻的感覺 對於喜歡黑色系搭配 又喜歡刀類武器的玩家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坐下的時候角色會持續握著武器 有種隨時保持備戰狀態的感覺 但是在一些服裝搭配下 又不會顯得十分違和 趴下姿勢就是最常見的姿勢 沒有比較特別的動作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甚至就是刀類武器最常見的 鞋背在背後的姿勢 紅武士之刃算是少數放在角色背後的刀類實裝武器 在非攻擊之刃的時候 刀身都是收入刀鞘之中的形式 與劍豪的太刀不同的地方在於 劍豪的太刀是由上而下的 而紅武士之刃是由下而上的 除了武器本身之外 角色的背後會無至蝴蝶在飛舞 攻擊的特效 主要都是以蝴蝶與紅石斷帶所組成 兩者相互交錯 產生優雅又華麗的特效 紅武士之刃作為背在背後的武器 衣服搭配就更顯得重要 個人是覺得如果搭配的不好 會跟武器產生一種莫名的違和感 像是這把武器是怎麼掛在身上的 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因為單手武器的姿勢 角色雙手是放下來的 就會產生武器是背在背上的感覺 但是背在背上前面卻沒有出現什麼 用來支撐龐大武器重量的東西 雙手武器的部分倒是還好 因為腳伸雙手高地的位置 正好吻合武器倾斜的角度 這樣就會有種雙手正握著某些東西 用來支撐武器重量的感覺 就不會產生武器是怎麼拿起來的違和感 挑約動作也是由蝴蝶跟斷帶所組成 在頭上的部分 還有一個蝴蝶結 非常滑地的挑約特效 搭配參與特效的話 在騎士戰中的殺傷力非常的足夠 只是個人覺得整體的特效有點太前面了 前後的比例有點怪 攻擊的特效大多數都製作得相當仔細 把刀枝後的刀鞘位置 都有放在角色的內側手 或角色的背上 只是刀身本體個人是沒有到很喜歡啦 刀身的紋路有一顆一顆東西的感覺 如果是直接一條線下來的話 或許會比較好 諸位置的動作就是平常的待機動作 直接變換而成 雖然說也是不錯的呈現方式 但是如果可以拿起來靠在角色旁邊 這樣個人感覺會更好 趴下姿勢主要就是為了攻擊 所以趴下的時候 刀身已經出竅了 算是讓前後違和感不會太重的做法 如果本身不太喜歡刀身的紋路的話 或許就不太喜歡這個姿勢 趴身的動作就是以刀類最適合的呈現方式 但是個人覺得武器背起來的位置 與待機狀態背起來的位置 有一點差異 感覺起來有些怪怪的 最後審美觀這種東西相當的主觀 每個人的標準都不太一樣 如果認同這部影片的想法的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不認同的也可以說說你的看法 這一部影片可能算是一個系列的第一部 也有可能是最後一部 只能說我個人的古文真的沒有很好 表達能力也不佳 這類型影片的文案超級難寫 不過如果這系列的影片蠻多人喜歡的話 或許會再做做看 如果有什麼其他的實裝想要聽聽我的看法的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可能會當作下一部影片的參考 如果這系列會我下一集的話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幫我分享出去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